哈囉大家好我是米糕 今天呢來分享一個水管的新玩法 在開始玩之前簡單介紹水管的機制 大家都知道如果島上只有兩個水管的時候 從A點進去會從B點出來 那如果有兩個水管以上的時候 從A點進去的話會從BC兩個水管其中一個出來 至於是B點水管還是C點水管都是隨機的 好了大家有以上的認知之後 我們來實行我們的計畫吧 首先第一步我們要買50個水管 並且給他們做排列 一排的話給他放個10個會比較好統計數量 放完了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之後 也都是10個10個放 那我這裡就快轉不浪費大家時間啦 放到這裡已經第49個水管了 那我們給這些水管做編號吧 從左支又分別是1到9號 那最後一個第10個給他0號 一樣從下道上每一排也要給他做編號 從第二排開始是1號 以此類推 那麼排好了之後我來介紹該怎麼玩吧 我們放上了第50個水管之後 如果我們從這個水管進去 是不是會隨機從49個水管出來 那麼我們就要找出出來的這個水管的編號 像我出來的這個水管往左邊看是3 往下面看的話是4號 所以這個出來的水管是34號水管 知道要怎麼玩了之後 我們第二個步驟就是要找出6個數字 那我們就正式開始吧 第一個水管是47號 第二個水管是31號 inum 你說什麼是不是 那麼第三個水管是39號 四十七号 三十一号 还有一个三十九号 好,谢谢大家